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我想要吃掉你的遺葬 改編自日本作家駐爺爺的同名小說 我想要吃掉你的遺葬 由岳川祥導演 並編美波北春降海北川景子 還有小麗群主演 雖然有一個聽起來嚇人的片名 但從預告看起來 還是一個走日本純愛露宿的電影 今年的日本純愛電影還蠻多的 之前已經上映過的有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約會 以及一樣是岳川祥導演的 與你的一百次愛戀 我必須要先說 我沒有看過小說版這本書 所以接下來評論 完全都是從這部電影出發的 這樣的日本電影 通常都設定在一個小小的世界觀裡面 有點像是大熊的故事 或者是蠟筆小新的故事 他們都不會離開那一個社區 好像這個世界發生的其他事情 都跟他們沒有關係一樣 而這個設定讓結局的表現 也更加的出其不易 故事敘述一位少年意外的 撿到一本共病文庫 當中記載了同班同學 陰良生病的秘密 就是所謂的命中入定吧 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他一撿到那本本子 就迫不及待的打開 看裡面寫了什麼東西 真的是有夠沒有禮貌的 然後他就知道了那個少女的秘密 男主角和女主角一男一女 從此就被命運捆綁在一起 成為了要好的朋友 不久人世的女孩漸漸打開了少年的心房 少年也給了女孩別人無法給予的安慰 還有生活體驗 雖然這看起來跟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有點相似 一樣有時間的推移 絕症的少女 還有生死的議題 不過對我來說 他講了一個更接近現代人的議題 越來越多的人把自己封閉起來 像是日本有很多把自己關在家裡面的青年少年們 不應該說宅 而應該說隱蔽青年 他們就有點像是我們這部片的男主角一樣 他拒絕跟別人來往 把自己關在一個只有自己的小圈子裡面 其實這部電影的男主角 是沒有那麼嚴重到被稱為隱蔽青年的 但是某種程度上面是很接近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電影改變的關係 才把這個故事變成了這個樣子 雖然在表面上還是一個典型的純愛故事 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男主角在女主角的影響之下 選擇踏出自己的世界 走出自己封閉的世界的一個故事 好好的去賦予每一天的價值 去面對這個真實的世界 於是這個男主角應該是一個不善與人交談 不喜歡跟人家接觸的男孩子 小力巡在這方面表現得很好 很樸實的把這個角色詮釋了出來 完全脫去了原本青春偶像的外在跟包袱 相比之下飾演年輕男主角的北村降海 就顯得比較受困要把這個角色表現得討喜的狀態了 感覺她還是一個蠻開朗的男孩子 不過只是比較愛看書沒有愛跟別人聊天而已 但她的表現還不錯 尤其是最後的那一場哭戲 我覺得表現得蠻真誠蠻感人的 更嚴重的對我來說是女主角冰冰美波 她的外型、妝容、表演都讓人感受不出來 她是一個有病在生的女孩子 或許你會覺得我太主觀了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接下來要推出的動畫版的陰涼 是怎麼打臉冰冰美波的 是不是看起來就比較像一個生病的人的樣子 比較符合我對這個角色的想像 除了外在她的演技我也覺得可以再自然一點會比較好 她還用意的想要表現出這個角色的甜美跟亮麗 導致陰涼這個角色少了一些真實感 以至最後結局的力道對我來說會差了一點 最後講北川景子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她這麼的美 真的很漂亮 她印象中讓我覺得是一個有一點恰的女孩子 而也蠻適合這個角色的 這不是一部愛得死去活來的日本純愛電影 更像是戀人未滿 但是更深刻的留下一段回憶的友誼 我是不知道在原著裡面是怎麼樣 但是在電影裡面我實在感覺不出來 這兩個人是有love love的愛情存在的 片名我想要吃掉你的遺葬指的是 希望能將對方的靈魂保留一部分在身體裡面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只要跟我們有過密切關係的一個人 他都會留下一部分的靈魂在我們身體裡面 不管是友情還是愛情 可惜的是這部電影在故事上面有明顯的失焦 前面鋪陳的部分有一點過長而且有點平淡 如果對螢幕上的演員沒有那麼有愛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有點悶 而後面的內容又有太多的東西要講 也沒有足夠的篇幅把它好好的講完 然後故事的主題也沒有被聚焦 有點不知道這部電影看完之後 除了感人的劇情之外還留了什麼給我們 我想要吃掉你的遺葬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米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